整天用手機看片打電話 電池就像倒水一樣一陣子就用完了 不想手機沒有電那麼閉矮 等選擇教你怎樣去選擇一個 又好用又安全的外置充電器 消委會測試市面上30本外置充電器 他們的表現都挺參差 只有四本樣本獲得總評分滿分的五分 而有三本獲得總評分最低的一件五分 測試是根據兩個國際標準的 就是以電能作比較 就發現每一個電池實際的輸出的電能 和電池標示的電能可能有很大的出入 雖然外置充電器的電能數值越大 供電量越多 但是外置充電器使用時 電路板會選好一些電能 所以量度的輸出電能往往比標示的低 例如這三本獲得的輸出電能 和標示的相差超過四成 得分分別只有兩分 一點分 買外置充電器俗稱的尿袋 又或者是奶媽 那當然要它耐用 如果一個星期幫它充放電兩次 一年就約用大約一百次左右 究竟它們有壓不壓得住呢 在充放電一百次的內容測試中 這個樣本在第26次充放電後就已經壞了 這款樣本用了一百次之後 電能跌幅達到六成 而這款不單是電能跌了近兩成半 電池還出現膨脹 令機身厚度增加了四毫米 外置充電器除了耐用之外 只要充得夠快才行 在同一個輸入電壓下 它的充電速度的快慢 就取決於輸入電流的高低 測試發現 在同一環境下 各樣本充電需時39至136分鐘不等 充電速度差異可大 不少的用家都會將它充足電 以備不時之需 但裏面的電能亦會隨著時間而流速 測試將充滿電的樣本 在室溫下放28天 發現它們的電能流失量差異都很大 例如這兩款樣本的電能流失量超過一成 只獲三點評分 在連串的安全測試中 有九款不能夠通過部分的測試要求 其中七款境外殼物料阻燃能力不足 外殼被火焰燒30秒之後 還會繼續燃燒超過60秒 大家要留意留意 想一部外置充電器 好用得來又安全的話 就要看消委會的小貼士 盡量購買生產日期較近的外置充電器 將外置充電器儲存在陰涼的地方 跟手機一樣要避免電池完全放電或長期充滿電 一旦充電器有任何異常的情況 就立即要停止使用 想知道多些怎樣選擇外置充電器的資訊 就記得留意491期的選擇絕刊 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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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片